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8月2日,俄乌之战进入第525天 要文如下,以俄乌战况 7月3日,俄罗斯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称 乌克兰无人机当地时间3日凌晨发动袭击 莫斯科市的莫斯科国际商务中心两座办公大厦 外立面的轻微受损,一人受伤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7月3日发布消息称 当地时间30日上午 俄方阻止一次乌方无人机对莫斯科设施 实施恐怖袭击的企图 俄国防部指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在莫斯科州 奥金佐夫斯基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所摧毁 此外,俄方已通过电子站制止另外两架乌克兰无人机 并使其失去控制 无人机坠毁在莫斯科非住宅建筑区域内 另据塔斯社7月30日消息 莫斯科福努科沃国际机场于当地时间30凌晨一度关闭 机场关闭了进出港的航班 报道援引航空部门最新消息称 机场目前已恢复正常运行 法新社指出,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距离乌克兰边境约500公里 在乌克兰危机期间很少成为袭击目标 但今年以来已遭遇多起无人机袭击 7月初,俄罗斯表示击落无价扰乱莫斯科 福努科沃国际机场运作的乌克兰无人机 7月30日 俄国防部发布消息称 当日凌晨,乌克兰方面动用25架无人机 对克里米亚设施发动了袭击 消息称,乌克兰来袭无人机均被俄罗斯防空系统和电子压制摧毁 此次袭击为造成人员受伤或建筑损坏 7月30日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日视察了巴克木特周边前沿阵地 并称战火已经转向俄罗斯 据报道,泽连斯基29日视察了巴克木特周边前沿阵地 听取前线指挥官关于战场形势 作战任务执行情况和武器装备需求的报告 在回应克里姆林宫指责乌克兰用无人机袭击莫斯科时 泽连斯基指出,战争正在逐渐地转回到俄罗斯 对莫斯科的无人机袭击是一系列袭击中的最新一次 此外,CNN报道称 泽连斯基当28日签署一项法令 将官方圣诞节日期从1月7日调整至12月25日 据报道,1月7日是俄罗斯东正教庆祝 圣诞节的日子 乌克兰议会7月初已通过该法案 法案发起者表示 这将帮助乌克兰人放弃俄罗斯传统 按照自身传统和节日生活 2.各方动态 普京重申和平解决危机立场 7月29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二届俄罗斯非洲峰会期间 与非洲国家领导人在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会谈 普京重申了俄方致力于和平解决危机的立场 在会谈中 普京呼吁各方充分了解乌克兰危机的性质和根源 重申俄方致力于和平解决危机的立场 非洲和平方案主要发起人 南非总统拉玛福萨表示 非洲有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实点立场 应被视为其他国家相关努力和倡议的补充 乌克兰危机给非洲带来直接影响 粮食安全等领域出现问题 恢复和平符合各方利益 乌克兰将与美国开始安全保障谈判 7月31日路透社报道 乌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三世称 乌克兰将开始由美国就安全保障问题启动谈判 据报道 伊尔·马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乌克兰最早将于下周 开始由美国就提供安全保障的双边协议进行谈判 这些保障将一直延续到乌克兰加入北约为止 这是最可靠的安全保障 路透社称 七国集团在7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承诺 将制定和履行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 乌美磋商是这期峰会的后续行动 伊尔·马克表示 对乌克兰提供的安全保障将是具体的长期的 将制定明确的草案和支持机制 三战争的结局 俄乌战争尽管还没有结束 但明眼人一眼就可看出谁胜谁负了 这不需要什么多高的智慧 只需要具有正常逻辑思维能力即可 但可惜的是在这一届 具有正常逻辑思维的人 可谓是月球上的水一般稀少 俄国国防部长邵一谷到金国去化研去了 你绝想不到曾经号称地表最强的军事大国 竟然到金国去求军事援助 你都会怀疑是不是我在这里胡说八道 是的 没错 焦和版大人帅并且说出一句 领地球人为之震撼的金军 金国军队已经成为全球最强军队 斗转星移变化真快 俄国已经不是第一了 金国是世界第一了 看到这样的消息 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 乌克兰战争告诉世人 俄乌战争已经改变了世界的新格局 新秩序 新重组 不论简中圈怎么挣扎着 替俄国在战场上的失利打圆场 事实是俄国已经到了弹尽两举 巧复难为五米之吹的地步了 不然怎么会跑到金国去化缘呢 俄国真的是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 该帮帮助了 相反 乌克兰的身后站着一群非富即贵的富人 要钱给美刀 要武器给海马斯暴风阴影 急出炸弹 你说这仗还怎么打呀 毫无疑问 战争是一台非常烧钱的机器 每天都在烧钱 打仗就是打钱 所以说凭借俄罗斯的这个和江苏经济体量一样的小身板啊 怎么能对付如狼似虎的西方经济集团 俄乌战争也给那些想打仗的国家一个教训 你要是想把国家托入战争的泥潭 先颠颠颠颠你口袋里的壁子 否则战争这台烧钱机器 轻易不要启动 我想普良现在恐怕后悔啊 肠子都要毁清了 心想被拜登这个老狐狸装熊给骗了 当然拜登认为自己也没错 我说美军不上 看看没上吧 我只是提供点武器弹药罢了 当然你要是扔煤气罐炸地球 那么我可不让 那样我会下场的 现在围绕俄乌战争已经形成两大阵营 挺俄的算是一大阵营 包括暗中偷偷挺俄的 战争结束都会被划到俄罗斯阵营一边 一定会尝到挺大俄的滋味 挺俄的算是一大阵营 这个阵营恐怕会在乌克兰身后 串成一串串葡萄一般 当然挺俄挺的是反戚略 反霸权 反灭绝人性的轰炸平民 而挺俄的则认为是特别军事行动 你要加入北约我就打你就削你 爱咋咋地 两派水火不容 但是付出的代价恐怕是巨大的 就像韩战一样 参战国要几十年后才能从经济的泥沼里走脱出来 俄乌战争是一个机会是一个契机 当然更是一次考试 当然这样的考试机会不是很多 也许几十年之后都不会再有这样的战争 在这个时期在联合国的会议大厅里 只有三个国家 一是我赞同 二是我反对 三是我贺西尼 三种国家 未来会出现三种不同的命运 不要小瞧那一次次的举手投票 那可是关乎国运的庄重之举 国运之举啊 记得曾国藩曾经问李翁章 您打算如何办此事 李翁章回答 学生只办江湖 意思是霍西尼 文庭此言 曾国藩仰天长叹 自作聪明 你将来要吃大亏啊 阿尔兰总理利奥瓦拉德卡声称 我们将看到普丁上绞刑架 但我们不会参加他的葬礼 因为他太恶心了 俄国战后一定会涅槃重生 当俄乌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时 你会发现受重创的也许 不一定是俄罗斯